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出那一份内疚跟智责 所以我很希望有更多的父母 走出那一份内疚跟智责 因为你也没有做错什么 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所以那种原谅自己 宽恕自己 宽待自己 但是不是纵容自己 对 但是你要用更宽的胸怀去拥抱你自己 然后告诉自己没有关系 慢慢来 从现在开始也合理 那过去你做的一些事情的确是伤害了孩子 但是你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愿意这样的 其实你是很想去爱这个孩子 但是你还没有找到方法 所以不要太自责 也不要太拟疚 但是永远可以在当下下决心 我要重新用更好的方法来对待这个孩子 好的 好的 没有正向跟副向 孩子的父母呢 只有相爱跟不相爱 那当然每一个孩子最深层的愿望 都是希望父母相爱 那很多时候 会有正向 负向哪一个人比较 积极 负责任 哪一个人是消极逃避责任 这个呢 常常是 一体两面 没有 所谓好或不好 对我来讲 负责任的不会比不负责任的好 啊两个人都谁糟糕 好我要跟各位讲 责任是生命一个很大的课题 怎么样负驾档的责任 所以呢 该你的责任 你不要逃避 你要勇敢地承担 而且要心平气恶地承担起来 不要承担得很用力很气愿 而不该你负担的责任 你就不要负担 但是有些人莫名其妙地 就会去背负别人的责任 所以太负责任也是撞到问题的人 那服务责任的人 很多时候呢 他不是加害者他是受害者 因为很多时候他是被剥夺 负责任 他不被肯定不被允许负责任 我跟我太太结婚没有多久的时候 有一天我斗胆去洗碗 洗了碗之后啊 我的老头一看 这碗怎么洗了呢 所有的碗他要重新洗一遍 从那次开始我就心想 以后你这么会洗碗让你洗碗 扫地也一样 有些人管教小孩也一样 只有你会管教小孩 我不会管教小孩 有小孩都给你管 所以到最后呢 他就会变成 我是孩子的爸爸 但是我不能对孩子的生命说什么话 他被隔绝了 然后呢 他被塑造成 爸爸是无能 爸爸是不负责 然后孩子也接受了妈妈的讲话 认为爸爸就是这样 可是他没有看到爸爸那就是委屈 所以很多时候啊 我们要知道 夫妻的相爱 而不是夫妻的比赛 是孩子内心里面 最渴望的 而去爱一个 让你感觉起来 一点都不可爱的 不管是太太或丈夫 都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我要跟各位讲另外一个秘密 对 这是今天来听的 你 贪掉了 我要跟各位讲 如果你还没有离婚的 离婚的话就没办法 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离婚的 我跟你讲 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另外一半 绝对是上天量身顶坐 如果你觉得你另外一半 真的很糟糕 我来这衰 去 娶或嫁一个这样的人 那你就是不认识自己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跟你讲 另外那个人 他心里面也在叫苦 我怎么这么衰 所以呢 绝对 你们不是旗鼓相当 你们绝对不会 碰在一起 那对方的生命里面 绝对有你所需要 而你身上也绝对有对方所需要的 所以 我们的婚姻也是让我们学习的 不是让我们享受的 所以 对对方一直挑剔 一直不满意 是因为你想享受你的婚姻 你想在婚姻里面得到 你小时候没有得到我们那份爱 重视 而你没有下决心说 我要透过婚姻 去学习 去成长我自己 或医治我生命的伤痛 所以这个才是关键 好不好 辛苦喔 他通常 需要做更大的改变的 不是那个 看起来 比较负面的那个人 而是那个 自我感觉比较正面 然后呢 另外一个 一个命绝 如果经营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 要好 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 绝对不可以想要改变 你的另外一半 绝对不可以想要另外改变 你的 任务 只有了解跟接受 如果要改变 当事者 他自己会改变 如果他不想改变 你就 不可以要求他改变 那什么时候他愿意改变 就是你的改变让他很惊讶的时候 所以每一个 改变的生命都是当他的生命有得到足够的爱 足够的尊重 足够的尊严 一个很有尊严 很被爱 很被尊重的生命 他就愿意改变 而一个不断的被羞辱 被 调剔 被指责 被批评 屁熊 这样的生命 他是不愿意改变 他敌死都不愿意改变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要对方改变 那你要问你对他的爱 有多深 你对他的尊敬 你对他的尊重 有多深 你 能不能 感动对方的心 所以 行为的改变 来自一颗感动的心 如果他的心没有感动 那行为是不可能改变 夫妻关系这样 亲子关系也这样 如果你要你的孩子 改变 他的一些言行 那他的那颗心 有没有对父母感动 那这个 也是一个关键 好 谢谢 这个只是普通的药 还有猛药 那猛药啊 如果你能够跟孩子说 妈妈有病 我如果看到脏了或者乱了我就无法睡觉 我就无法安心过日子 然后我不只是在家里我出门还会去想这些 所以我这个病嘛 病得不轻 然后要改可能很难 那我觉得 你可以跟孩子这样 但是你还没有跟先生这样 也就是跟先生承认都是我的错 问题是你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那你错啊 就错在 你不只是爱孩子比爱你先生多 你还不准许你先生用他的方式去爱孩子 你把你先生的孩子 把他 据为己有 对不对 你一定要提醒你自己 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 孩子是你跟你先生共有的 所以你不能够用你自己的感觉 跟你的需求 跟你的想法 去 造就这个孩子 你一定要参考你先生 他的想法 那他的步调跟你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呢 他也是老天扬身定做的 你虽然不喜欢这件衣服 但是呢 你要 你要弄懂 老天的意思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你跟这么一个人 一起经营 这个家庭 所以 有问题的时候不是家里面那个男人 是那个家伙 他干嘛给你这个样一个男人呢 对不对 所以啊 不要 面对你先生你要抬头问天 对 为什么给我一个男人是这样 你要我 从这里面去领悟什么 那从你刚刚的讲话里面 我觉得你还没有领悟出来 这个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先生 这个他先生也上过我的课 所以呢 这个 他们都是受害者 他有三个儿子 一家四个男人 全部都是受害者 这个所以你不知道我对他的 我对他的爱跟同情有多分 欢迎来 在说 请回去转老五带入 那个 这个我觉得他 当然他不是完美的 但是他有很多他的优点 当然他绝对有 里面洋家无法忍受的一些点 就是从你父母那边 从你成长过程里面 你很难忍受 而他那个点一定也不断地在影响孩子 因为什么 因为孩子也必须要证明是他的孩子 所以必须要携带他的那边的讯号 所以就关键啊 我的讲法还是 就是夫妻一定要相爱 但是如何相爱 在这个如何上面 我们还没有找到方法 那加油吧 你是做研究的 一定能够把它研究出来 那我很希望 还是要再强调一次 虽然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 还是要强调一次 夫妻观天下第一观 夫妻的关系是所有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系 绝对不可以把孩子的位阶提到比你的伴侣 不管是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更重要的位置 因为夫妻好了 你才会有力量好好的照顾孩子 所以夫妻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关系 绝对不要舍弃夫妻关系来 想要来强调亲子关系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结果 绝对不可能达到的结果 所以不要有这样的幻想 这是不可能的误解 好 谢谢 本人 Kinda 别失败了 谁他就是使者 请测试 那最后 是 鐵 通知 攻略 ch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